親子小教主 是不是可以準備做牛油果薄餅了 沒錯 而主要的材料 就有牛油果 還有墨西哥薄餅 那家裡的小朋友和爸爸媽媽 快點跟著我們一起學吧 第一步呢 我們就要準備這個牛油果醬 好 牛油果交給你們了 好 有一個牛油果 我也有一個牛油果 來考考你們 為什麼可以分辨牛油果是生還是熟呢 是不是摸下去它軟就是熟 嗯 是的 可以靠捏一下它 看是否軟就是熟了 可以吃得了 還有沒有 是不是要看看顏色 顏色會怎樣呢 深綠色的話就應該是熟的 嗯 對了 可以看顏色的 如果是墨綠色的話 就可以吃了 我教你們 我們可以看它的定 如果我們摸定的時候 它很容易可以掃下來的話 證明這個牛油果 都是熟的 可以吃的 但如果掃的時候 可能它還沒跌 那就要放多一段時間了 咦 我掃了下來啊 喂 已經熟了了吧 麥姐姐 你這個呢 掃下來 我都掃了下來啊 那你們可以準備你們的牛油果醬 好 首先我們可以在中間這個位置切開它 好 好 我們圍著核就整個中間切開它 切 記住有家的小朋友 要用刀的時候 一定要有家人的陪伴 對 就是這樣 然後就這樣拎開它 好漂亮啊 那我們怎樣拿一顆核出來呢 我知道 怎樣 要拿刀 好 然後 小心點 按住 然後然後就扭它出來 哇 看來大家都是牛油果專家 沒有錯了 就是這樣 1 2 3 是不是可以拿出來的 然後你就這樣拎 是啦 我就可以了 噹噹噹噹 就是這樣了 不過其實這個步驟都比較難 所以家裡的小朋友 你們記住要交給大人去做 嗯 好了 好 接著你們就可以拿一個匙巾 拿一個匙巾 就拔一些果肉出來 沒問題 嗯 你想拔得更乾淨一點 可以沿著那個皮邊 這樣就很輕易這樣 就可以起果肉出來的 我是不是先起了那個邊 是呀 把它出來好一點 試一下 好似 是不是已經很自動起了的感覺 是呀 好像很漂亮啊 對呀 是很完整的 好 這樣幫它起出來的 嘩 我整個起了出來呀 嘩 嘩 Karman姐姐這個真的很完整 之後我們放在碗裡 是 然後就整成蓉了 整成蓉 對 好 而且因為我們那個牛油果夠熟 所以相對來整成蓉 就會比較簡單 輕鬆的 你想想弄一下Karman姐姐 哈哈 好 試一下 我真的很喜歡牛油果 因為我真的 過頂尝顏 好 你好像在做糯米池 哈哈 咦 好像差不多了 你可以再放一下Emma姐姐 這個我還想有兩個人在做 我幫你搬著一碗 好 如果你們想吃的時候 可能有一點果肉的話 都可以不做得那麼融 那我想現在是不是差不多了 接著加一些黑胡椒 橄欖油 鹽和檸檬汁 麻煩你們兩位加進去 這個檸檬要擠多少 少許都可以 因為太多會太酸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剛才沒說過的 牛油果是放得久會氧化的 即是切開了之後 這樣我們加這個檸檬汁 因為裡面是有維他命C的 就可以抗氧化 我們這個牛油果醬 就不會那麼快變黑了 哦 那我先加其他配料 好啊 那我加上黑椒 嗯 好 耶 好 加上油 橄欖油 搞定 耶 接著就是拌勻它了 拌勻它 那就交給你們兩個了 好啊 好像很好味的油果醬 搞定了 我們拌勻了 搞定了 哇 我們的牛油果醬就準備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休息一會 稍後再做薄餅吧 回到來親子小教廚 這個牛油果醬 就好像我覺得可以加多些配料 那加些什麼好啊 不如去我們神聖扭蛋機 扭一扭食材出來 好啊 Emma姐姐 我要芒果 不知道有沒有呢 好 第一粒 我要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 哇 那你想要什麼 Emma姐姐 我想要香蕉 香蕉 不知道有沒有香蕉呢 我們是水果宴 那你還想要什麼 芝士 麥犀哥宿米片 麥犀哥宿米片 還有芝士 芝士 芝士 哇 又五粒了 好我們立刻打開它看看 好 看看 第一個 會不會有芒果呢 是不是芒果啊 芒果 登登 好香蕉 香蕉 香蕉也不錯 都很配的 好 第二個 好 我看看 好 你們猜一下是什麼 芒果 好 是不是呢 好想要的芝士啊 到我 第三個 看看 紫陽蔥 看看 是蝦仁啊 會不會是芒果呢 一定要芒果 是芒果 芒果 是芒果 精細的材料好了 材料啊 我們現在要把番茄和紫陽蔥切碎 蝦仁也可以切小顆 小顆都可以的 好 交給我們了 你們分工合作了 我先切蝦仁 切蕃茄 我們蕃茄要切到幾碎 小顆 可以放在薄餅上面的面 切完就可以切紫陽蔥了 我切一半 另外半顆就可以了 蕃茄 是啊 你看看你很乖著 切一半 好香的蕃茄味 要切條還是切點 都是切碎就可以了 你們平時有沒有吃紫陽蔥 也有啊 你喜歡吃的嗎 我喜歡 因為紫陽蔥很爽脆 我覺得放在沙律裡面 還有做墨西哥菜都很適合 夠不夠碎 夠碎 這次做得很好 謝謝你 有點夾眼 好 我也覺得夠了 是啊 你可以 可以 放下來了 我感動啊 你不要哭啊 不要眼濕濕 然後是不是要炒一下 是啊 沒問題 好 先讓我下油 是啊 家裡的小朋友也是 要用到爐具的話 就真的要由家人的陪同 或者直接交給家人幫你煮 嗯 炒了 先炒他們 嘩 聽到一些啥啥聲 你看 聽到啊 聽到啊 這些真的噔噔噔噔噔 你們是否喜歡吃蝦的 我很喜歡吃蝦 你們平時會怎樣吃蝦 嗯 蒜蓉開邊蝦 我也喜歡吃的 我喜歡蒜蓉開邊 真的很浓味 真的 媽媽做得很好吃 蒜蓉開邊 好像差不多了 變成了紅色就可以了 搞定 材料就預備好了 然後我們就要把牛油果醬 塗到墨西哥薄餅上面 好 但是這個芳包 我已經想到了 我們要發揮我們的小創意 其實這塊芳包可以當作底的 披薩底 示範給大家看 好,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用麵包棍 用麵粉棍 滾一下它 大力一點 對,大力一點 為什麼要滾一下它呢 撈完它之後會變大一點 但是把它變實一點 而且要扁一點 就可以放多些配料上去 然後用不同的角度滾一下 你看它是不是大一點 對 要用盡我的全力 壓到它最扁 好厲害 哇 你看它多扁 好像紙那麼薄 對 我們就可以塗牛油果醬在上面 牛油果醬 好 我要塗多一點 我想塗多一點 因為我很喜歡吃牛油果醬 我也是 你可以幫我塗到沒有邊緣嗎 可以 那最好了 因為我也很想 牛油果醬除了可以塗麵包 因為我很喜歡拿它來塗麵包 嗯 然後如果你說不想 可能想有些小食 都吃到這個牛油果醬 我們可以買一些 好像墨西哥粟米片 這樣蘸它 這樣吃 就感覺上 嗯 心理上的感覺是健康的 對 我塗好了 我都塗好了 讓我多加一點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會不會太多 不要啦 這個很健康的 那我們要拿另外一塊 給咱們吃 很健康 OK 好 接著就加上前面的配料 我很喜歡吃洋蔥的 我很喜歡吃番茄的 哇 哇 番茄 哇 其實這裡的配料我全部都喜歡吃 哇 你放一些給Bonnie 對 對 你放一些扒給我 對 她炒得這麼辛苦 我有幫她打氣的 再加些洋蔥 紫洋蔥 好漂亮喔 其實你看 這樣剪出來的 我最後一個就是要灑芝士 真的像模像樣 你看它 好 好 好漂亮喔 因為又有紫色 又有橙色又有紅色 好想吃 最後一次 搞定 搞定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拿去焗 對 拿去焗了 先放上去 好 先放在這裡 太多牛油果醬了 你小心點 不是啊 這個圓 沒有位子 這個太大了 OK 好 耶 接著就拿去焗180度 20分鐘就可以了 嗯 哇 就好了 還好 而且它是色彩繽紛 好像很好味 對 這個方法這麼簡單 在家裡的小朋友都可以嘗試做 嗯 如果給你們下次再做的話 你們想加些什麼材料下去呢 我要加藍莓 士多啤梨 芒果 什麼生果都加下去 嗯 我要加很多的肉 我要加豬肉 牛肉 雞肉 羊肉 什麼肉都要加進去 對 還要煙肉 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下次做什麼醬好啊 我們 嗯 蜜糖芥末醬也好啊 蜜糖芥末醬 對 我就是喜歡吃蛋黃醬 因為甜甜的 嗯 那你呢 Kalman先生呢 我想試試做咖哩醬 哇 咖哩配這個薄餅 好像挺特別的 好像挺特別的 是不是 那我們下次可以做其他的食物 小朋友 你們在家裡都可以試試做 是啊 爸爸媽媽媽 你們是不是都學會了呢 那就快點買齊材料 和小朋友一起做吧 我們下次會再次發生 成為小教主 和大家做更多的創意料理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